去年酒駕移送强制执行最高金额为一名拙姓违规人 四次酒駕据册,处罚欢72万元 吊销驾照及吊扣车牌两年 像这样强制执行的案件 裁决所去年就强制执行386案 总金额4425万元 也公布20次累贩名单共217人 他虽然酒駕送罚呢 可是近期的这一两个月份 还是有酒駕似乎发生 在三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都有民众来酒駕酿过 酒精能够都超过0.25 那这个部分解放一 涉及共危险罪的部分来移送申办 那酒駕怎么拔呢 酒駕出办的话 机车的部分是拔15000到9万元 那汽车的部分是拔3万元到12万元 都要一致保管车辆 吊扣驾照一到两年 吊扣牌照两年 那如果是驾驶 因为那个公车或是游览车的话 这个部分是直接驾照吊销四年 那如果说10年内第二次累班的话呢 机车是就直接罚到9万元 汽车直接罚到12万元 那如果在10年内第三次酒駕的话 就1400金额再加9万 那举例来说呢 他如果说上市的酒駕 他是罚12万 那这次再加9万就是21万 这个罚款是没有上线的 会一直累积上去 那一样呢 要一致保管车辆 那驾照就不是刚刚的吊扣而已 这个要吊销 要吊销三年 牌照要吊扣两年 那累班的部分 还可以公布他的姓名 照片及尾法事实 那如果是拒策呢 感觉不停 或是说停下来之后 拒绝配合9册 第一次的话呢 是处罚款18万元 如果说10年内第二次的话 就是1400金额加18 也就是18乘以2 如果他有第三次的话呢 就是18乘以3 那以此类推 这个部分也是 累计是没有上线 那一样要一致保管车辆 那驾照吊销的部分是三年 或五年 那牌照一样是吊扣两年 那累班的部分 也可以公布姓名照片 即为法事 那这一次呢 今天我们会公布第二次 二十次的酒驾累班名单 从去年3月31号 酒驾新法实施开始 108年 7月1号是年内第二次酒驾 我们就会公布他的姓名照片 那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19次 192名 那今天公布20次 有25名 累计217名 那这一次20次的名单里面 酒驾聚策两次的有19名 酒驾两次 累班两次有19名 聚策两次有1名 那独驾三次有1名 酒驾累站三次有4名 那这一次20名单里面 其中打盘最高的是一位民众 他聚策两次 罚到罚凡36万元 那我们这些公布的照片呢 都是由警方发当场蓝屏 一共给我们的现场财政影像 那我们再看看这20次 酒驾累半 这217名呢 他们的年龄分布在 30岁到59岁之间 那主要是新重连居多 那性别的部分呢 男性为大宗 达到98% 那机车部分也 越高与汽车达到比例的56% 那这些名单里面呢 超过半数 54%以上 酒精浓度都是超过0.25 那这个部分是涉及刑法 185条之三 公共危险罪 一送司法机关来审理 酒驾违法又危险 台商荷包又要掉扣车牌 车辆无法使用形同废铁 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大 蔡居所也分析违规酒驾情形 30岁至50岁的青壮年 余八成 男性占比更高达九成八 且白天抓到的酒驾 更胜晚间 那我们看看这217名呢 有近7层 涉及在外县市的 也就是说外县市的民众 来台北市酒驾被拦到 酒精浓度超飙 那他们被举办的时段呢 比白天比例偏高 那上午的部分达到43% 下午的部分是24% 那这些相关资料 我们也提供给警方 作为执法康考 再来看一下这些累办 他们的累办情形 多数呢是酒驾累办两次 及酒驾累办三次 那这个部分呢 就占了比例的90% 再来讲一下我们罚款不晓会怎么样 警方看了一张罚单之后 如果民众预期未讲 我们会依道教法律 第65条的规定 移送强制执行 那我们在去年 移送的案件386件 移送的金额 4425万 那行政执行有哪些手段 除了扣款扣薪水 查封动产不动产之外 如果有股票股董置号 这些比较有价的物品 也会受到查封 那经过呢 我们统计呢 我们公布了24 这217名的民众呢 他们被拦减的时段 或在白天居多 那这个部分呢 有一点颠覆说 我们传统认为说是晚上 被酒驾拦减的 機率比较高 那其实有一些民众 他是前一天他已经喝酒 那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他自认为自己 已经休息足够了 所以驾车 其实没有想到呢 其实身体的酒精浓度代谢 还没有完全代谢掉 所以说他被拦减到酒驾浓度超标 对这个部分呢 还是呼吁民众呢 除了就是酒后不驾车之外 还有就是你出门 当天如果说 确定有酒宴的行程的话 就不要开车出门 那即使你饮酒了之后 那身体要经过相当的代谢 那我们医医 那个医师工会 他们的一个建议是说 尽量在身体 休息24小时之后 你的酒精浓度代谢 才会比较完整 民众聚餐喝酒难免 但千万不要行存侥幸 驾车上路 以免触罚受罚 避免意外而遗憾众生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